若鹏首部指导的电影《佐尔》不仅一举拿下了4.3亿的票房 更是捧红了杨阳 欧豪这两位新生代的男演员 杨阳呢已经开始马不停蹄的接心戏了 欧豪也没闲着在上海热力开唱 一条牛仔裤加上一个坏坏的笑容 眼前的欧豪在舞台上已有了大将风范 自从遇见了苏友鹏之后 欧豪被正式带上了电影这条路 更是凭借《佐尔》中张扬一角 深深注尽了观众的心中 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也不委屈自己 我每一天都在想 这个仇 我非抱不可 虽说是通过选秀出道 在电影圈成长 能唱会跳 长得还挺有腔调 说不定欧豪就是下一个巨星哦